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位置就是呢 上面 左边 右边 下边 里边 对吧 然后呢这个数组就是一个 XY是一个坐标 它是一个绝对的像素值 它这个数据点会在哪儿 对吧 要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很难去指定一个准确的位置 或者说你想让它具体就在哪儿显示的时候 你确定了一个地点的时候呢 你再使用它 那比如说我把它放到bottom 让它显示在下边 那就在这儿显示了 那它默认呢看一下啊 它的默认值 默认值呢就是top 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干掉 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好 Label 属性呢就是 设置 设置 显示 位置 收 开启 和关闭 然后呢显示位置 是这个 是这个 好那其他的呢 大家这个直接去上面这个配置 像手册上面去看一下啊 就是距离图形元素的一个距离啊 那当position为字符描述时这个时候有效啊 因为你如果设置为一个具体的这个点了 那它肯定就没有了啊 这个default呢是默认值是5 啊 它的这个distance距离呢是一个数值类型 那我们可以 咱们再试一下这个啊 好 逗号 key 冒号 比如说20 哎 那离的就比较远了 哎 那它这个方向呢 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设置方向 比如说top 哎 那就是离上面啊 会出一点距离哎 bottom 就是离下面再再远一点距离啊 这个呢很好理解啊 好 那这块呢咱们就过去了啊 那这个具体的一些配置 大家可以直接去查啊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它另外一个 这块的一个概念叫做堆叠啊 堆叠的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重新刷新一下啊 好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本身啊 那每一个数据呢 其实它看前四组啊 1234 前四组数据 也就是在下面这几组 它的真实的数据大小 只是一百到二百之间啊 一两百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坐标之后 它已经堆叠到了一千六左右啊 那这块呢 就是由我们的这个 TAC TAC 属性呢来进行控制的啊 把它这块呢 要单独拿出来讲一下 好 这块叫做数据堆叠 那在其他的这个图表当中 有可能也会遇到啊 那他通过呢 是 TAC TAC 好那我们来把它查一下啊 它的用法呢 稍微 要注意一下 也是Line啊 Bar里边也有啊 好 Line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默认值呢 是 Now 那他 他给它怎么复制呢 他说 同个类目轴上 系列配置相同的 TAC 后一个系列的值 会在前一个系列的值上相加 什么意思呢 系列在哪啊 系列在Sales里边 那如果 我把它配置为总量 那后面呢 也配置为总量的话 它是按照顺序来的 前面 它在前 它在后 所以呢 它压在它上面 那比如说这样啊 这个 比如说咱们这个叫做 呃 换一个啊 嗯 不叫总量 叫 广告量 那我可以发现呢 这个广告量呢 就 不压在这个总量上面了啊 然后呢 我们再 把后面呢 也再改成 再改成一个广告量 我这个随便写的数据啊 广告量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哎 总量总量总量 总量一共有三个 所以呢 哎 这个堆叠 堆叠到一起呢 是一共三个啊 绿色的这一个区域 哎 然后呢 下面这一块啊 再加上最底下的 这是 这三个是一组的 哎 然后呢 上面这两个堆叠 就是广告量 这两个是一组的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 相同的系列 会压在上一个系列上面 哎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注意这个 赛可啊 它的值 是 根据系列来进行配置啊 默认 值 为 闹 哎 也说呢 我如果把它干掉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但是呢 这个里边显示会比较乱 咱们用线性的 这个是一样的啊 它这块也是有一个堆叠 那我现在呢 先把它干掉 哎 如果呢 我把它干掉的话呢 那数据呢 就是它的真实大小了 哎 直接显示在相应的位置 哎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哎 如果堆叠的话呢 就是一层一层往上挪 这样的话 我的数据之间不会有交错 啊 你可以看起来呢 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 哎 它这个两个线之间的这个 大小就能够知道它的值 啊 然后呢 你还方便统计一个总量 对吧 整个所有的加起来就是上面的 哎 你可以知道每一周它的总量 哎 这样的话呢 你相当于无形中呢 又多了一个数据维度 哎 省得去单独去进行计算 所以呢 它有利有弊啊 就是这种面积图的话呢 一般不一般呢 都用对叠 不对叠的话呢 显示会非常乱啊 那这个折线图的话呢 你可以不使用对叠 啊 去看一下它们互相的这个比较关系 对吧 哎 挤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它们互相之间呢 谁高谁低 这个呢 看看起来呢 比较明确 就它这个 sec 啊 默认之为 no 好 使用时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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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时指定 通过 系列 系列 名称 能给大家注意的 基本上呢 都都给大家讲了啊 然后呢 后续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其他图表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应的配置像手册呢 你没事呢 你可以自己把其中的一些属性呢 拿出来呢 直接去试一试